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举全党之力 没有一个人支持说要接纳郭台铭 那换句话说 你民众党就致死断了跟郭台铭之间的联络沟通管道 那第二个 他们内部现在在讨论蓝白河 蓝白河我可以告诉各位 一半赞成一半反对 就是说他们认为蓝白河的话 你民众党的支持群众一半都会跑掉 所以他们对于蓝白河是持保留意见 那第三个 柯文哲绝对不做副手 就这三个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现在你要求蓝白河的呼声 我坦白说除了是民意以外 或者台湾内部的焦点以外 更重要也引起美国的关注 所以为什么柯文哲在侯友谊回来了以后 他要马上去美国 就在九月底 那十月中要有一个定论 那他到美国之前已经跟朱立伦之间通过多次的电话 那显然这个蓝白河 蓝白河现在成为民众党内部讨论的焦点 那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了我香港朋友 港台大白话的节目主持人陈锦胜兄 跟大家共同探讨 锦胜兄好 李华兄好 请问一下 你认为柯文哲会走向所谓的蓝白河这条路吗 李华兄啊 这个柯文哲既然民众党开了这个会 拒绝了国台民的合作 也就是说 他们自己就凭民众党一党的话 根本不可能去跟赖秦德抗衡 单打独斗 那个是必败无疑的 那么剩下来的唯一条路 只有跟国民党合作 那么至于说 前不久 也就是说 一两个月这个之内呢 柯文哲的民调呢 一直是出于第二名老二 但是呢 现在形势不同了 因为经过了 最近发生在民众党的许多的一些麻烦事 包括柯文哲自己的事 716 这个凯道上 他也减分 他开演唱会 又丢分 这个方方面面 他这个又直接到 他这个老家又有浅见 又丢分 那么你现在 再加上最致命的一些 高宏安的贪腐案 已被起诉 最近又纠缠住高宏安的 五千万的豪宅 五百万的那个名车 等等 包括他那个文化局长 被辞以后 又叮嘱他不放 所以你说那个柯文哲的民调 要想加分 加不起来 只有那个趋势 还会越来越往朝下去 在这个情况下 你柯文哲 你民众党 你说你现在还要做老大 还要选 这个选政的 你说这个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对吧 你现在民调已经跟侯友仪 是呈现了一种麻花刷 就是有的民调公司 你超过一个百分点 有的民调公司 你少过他两个百分点 你没有根本没有优势 所以你不走这条路 不合作的话 那你民众党 什么也没有 对吧 柯文哲的民调 从13.7到17.1 逐渐上升 它是上升到 位居老二的地位 这对民众党来讲是低伍很多 那其次民众党 都不满意 既然呢 你柯文哲要跟国民党合作的话 他一半的票就会跑光光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他进行蓝白和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其次 党内 现在有一个共同的看法 就是柯文哲不做副手 那所谓柯文哲不做副手 那前提就是说 我跟国民党合作的话 我当老大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局势 就有两点结论出来 第一个 蓝白和虽然表面上陷于僵局 但是不可否认的 美国在幕后 也担任了一定的推手 这个以后我们再讲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现在也看得出来 就是说柯文哲愿意主动跟朱立伦 他们两个谈过三四次 而决定了现在的立委跟不分区 我们从这一点 我想请问谨慎兄 您认为 就是说柯文哲在九月底 因为侯友以九月二十一号回来 柯文哲九月底要到美国去 那他从美国回来以后 就柯文哲从美国回来以后 那您认为 好 那您认为 他会接受美国的意见 进行蓝白和吗 我觉得柯文哲也是一个比较 现实比较聪明的人 他看到自己目前的选举的形势 他不可能再硬撑下去 那么到时候 再加上美国人从中在撮合 那么他会顺势而为 作为一个副手 但是他那个副手 有可能就是他自己 不担当这个副手 由民众党 推出一名副手 那么他就很大的可能 就是担任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那么他也 讲上去名义上的 他也比较好听一点 他自己不担任副手 这个结局 我估计非常有可能 就我所知了 柯文哲现在极力争取 要当政的 他绝对不当副的 但是当他不当副的 然后又要跟国民党合作 就是唯有他还保有 党主席的权利 由民众党也推举某人 担任国民党的副手 但是这个某人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一定要国民党接受 才可以 否则的话 否则未来必生乱局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他曾经告诉郭台铭 他愿意推荐副手 在2019年的时候 他愿意推荐副手给郭台铭 但是他要担任格魁 就是换句话说 2019年的模式 会不会复制到 2024年的选局 这我们还要观察 反正一切 等侯友谊从美国回来 柯文哲访美回来后 或许就有一个定论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景盛兄 好 谢谢 谢谢